志玲詳定了工作減量陪家人 愛美女抱歉 每次見到都快回觀點 好 請再照顧一下 志玲姐姐身上沒有一絲遮肉 徐畢也好羨慕啊 她竟出席健康視頻活動 有感健康的重要 之前媽媽無辭妹傳出健康出狀況 志玲姐姐決定多陪伴家人 那媽媽最近身體健康還好嗎 穩定 很穩定 好穩定 很感謝 志玲姐姐有傳說神經上有一些狀況 那不知道現在是全部都好了 還是說還是需要照顧 需要照顧 我會多花一些時間陪伴嗎 因為工作減量 然後我就多一些時間陪伴家人 是最珍貴的 就沒有什麼事情陪伴是最好的 就很希望我有所有的能量 可以做到讓家人健康 所以看著你們我會覺得 就很希望大家都要健康 能量什麼 是比健康更重要的 我現在會這樣告訴自己 說我自己要能量 自己要健康起來 然後我才可以好好的守護 在我身旁的所有的朋友和家人 不過志玲姐姐這線條 記者姐姐們也想探聽一下 我姐姐是不是有特別的 我真的不忌口 營養均衡很重要 什麼要吃 更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運動 最記得你一定會做半小時 至少你讓心肺功能那種活躍起來 這樣要八點多祈禱 跑跑不足 姐姐就是身體固和非常好 應該一百分 她提到你自己提到感情 零分 我說零分是因為 每次給到大家的答案都沒有進步 我覺得 可是我真的還是覺得說 現在的女生 我們就好好的過 自己也可以很好的擁有美好的生活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找你要依賴的人 而是真的是心靈上可以氣溫的伴 我們現在獨立的女性也真的很多 看到其實40歲以上 她未婚也很多 如果以我真的要給她們很多的自信 就是我們要自己照顧好 志玲姐上唐琦老師的那個紀錄 對 她說202 對 她說202 妳看兩年 還要過一年 現在有開始就是 有趕緊的事嗎 現在還沒有 她說要怎麼出去 我說走到多遠 她說去海外 姐姐下個月生日 你有什麼計畫要去慶祝 我想要跳步 想要旅行 應該會 吸烈吧 吸烈吧 或是 義大利 有期待夜宇 德國有夜宾 是嗎 你算我們實際上 定 安定 想定起來 沒有 我覺得我們到了一個 剛剛好的年齡 就是 很淡定 很篤定 很堅定的 可以去面對所有的事情